好 我們現在是讀經的時候 詩篇32篇 詩篇51篇也是大衛認罪的詩篇 32篇也是大衛認罪的詩篇 這篇詩篇都很特色 講到神的赦罪的恩典 我們一起讀 詩篇32篇第一節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一起讀 者人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詭詐 亦或不算為有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 因終日埃亨而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寵 我的精液浩盡如同夏天的干罕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 我要向耶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惡 這裡 開頭兩節經文 都是講到赦罪的恩典 有些人說 舊約是律法時代 其實舊約一樣是恩典時代 其實整本聖經 任何時間人得救都是恩典 並不是他們進行律法 所以能夠清義的 整本聖經 因為人根本沒有人能夠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這裡一開始就宣告神的恩典 就是能夠赦免其過 神赦免我的罪 遮蓋我的罪 這裡說到我真的有罪 神遮蓋 此人是有福的 神赦免我們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詭詐 也又不算為有罪 意思是否他完全沒有罪呢 他的意思不是這個人完美 而是他在神面前 承認我的罪 即是他的心裡不會詭詐地隱藏他的罪 即是他不會詭詐我沒有罪 我沒有罪 而是他會承認他的罪 但他是有罪的 而是不算有罪 明明有罪 不過不算他有罪 即是他真的有罪 所以這個詭詐不是他一點多罪都沒有 而是他的心就是來到神面前 神啊我有罪 我需要你射免我的罪 這樣的時候 他在一個真誠的心來到神面前 神是不會算他為罪 這個人是有福的 所以這兩節經文已經告訴我們 舊約一樣是恩典的時代 其實我們是可以分成舊約 但是我們不應該說這是律法時代 事實上我們看CB1803篇 講到都是恩典的 在出埃及的20章講到律法的時候 十屆的時候 都是講到我是耶穌華 是將你從埃及為勞之家拯救出來 是神的恩典推動我們去遵從神的 所以舊約新約都是神拯救我們 然後神改變我們 然後神加力給我們 然後當我們一遵從神就歡喜 一悔改神就赦免 舊約的時候他們會獻牛羊 有些人就以為這是律法 你獻了牛羊好像做了一件事 所以你抵索你的罪 但在希伯來書很清楚說到 牛羊的血不能夠除去我們的罪 而是他只是預表將來的基督 所以獻牛羊只是告訴我們 原來犯罪有這麼大的後果 是需要有死亡的 這個牛羊需要死亡的 代替我們的罪 就是預表到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希伯來的舊約 憲制並不像你做了的憲制 於是你的行為就赦免你的罪 而是預表到基督 其實聖經也說到 基督是屬於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 在希伯來書第九章 即是在前約 即是舊約的時候 人所犯的罪 都是基督屬的 即是舊約、新約 都是靠基督得到謝罪 雖然當時他不知道基督是誰 但他知道將來神會派來的救主 當他相信的時候 他們就得到謝罪 然後他就說到 我不認罪的時候 這裡說到聖靈的感動 聖靈會感動人 有些人說 我聽不到聖靈的聲音 這裡就告訴你聖靈的聲音 你犯罪覺得不舒服 你閉口不認罪 你就捱坑、骨頭、枯乾 覺得很辛苦 神的手在我們身上沉重 就是神管教我們的手是沉重的 我們就會覺得辛苦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指出我們的罪 但聖靈也會提醒我們 聽眾神、神赦免 我們就可以喜樂、平安、興省 所以很多人說 以前很多年的罪淡 一認罪就鬆了 耶穌赦免我的罪 當然有些人他們都不相信 就一樣有重淡 但你相信的時候 是那些重淡可以釋放的 然後他就說到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就是當他沒有認罪的時候 他的心就很沉重 身很沉重 精力毫盡 整個人都精力沒有了 這樣 你向我沉明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惡 我向你 我向你就是我們 向神去承認 神啊我真的有犯罪得罪你 我有什麼地方不見得光 當他求主射免我的罪 向耶穌說 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射免我的罪 你就射免我的罪 你就洗淨 我們承認神的罪 這裏都是說到 身約一樣 身約一樣 你可尋找的時候 討告你 大水泛逸的時候 也不能到你那裡 你是我藏身之處 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 以得救的樂歌 四面環繞我 我要教導你 指示你當行的路 我要定精在你身上勸戒你 你不可將那無知的雷馬 必用雀環聯頭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順復 這裏說到 虔誠的人 當神可以尋找的時候 就討告神 仍然可以尋找神的時候 我們就是 那時候親近神 大水泛逸 即是有災難的時候 不會臨到我們 神會保護我們 然後這個經文 就適合我們唱首詩歌 你是我藏身之處 就是我們唱首 你是我藏身之處 我們是可以隱藏在神裡面 我們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軟弱 有什麼罪 我們來到神面前 藏身在神裡面 神就很歡喜 神是保佑我脫離苦難 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 哇 這個得救是開心的 基督徒是可以開心的 但有些基督徒活在律法 經常都說 哎呀我還有什麼不好 哎呀我還有什麼不聽話 還有很多壓力 其實我們可以 以得救的樂歌 每次都會開心的 圍繞著我們 我們一生人都可以在喜樂之中 信了耶穌 我一生都可以喜樂 那你是不是經常都喜樂 如果你發覺你不是喜樂 那可能你說我犯了罪 不能不喜樂 那你犯罪一悔改 神就歡喜 那你就可以喜樂 繼續留在罪 當然就會折磨我們 但我們就說 神啊我知有罪 我立刻悔改 神就歡喜 我一遵循神就歡喜 就算你有很多事情去處理 就算你有很多問題也好 你不用等到問題解決完才起落 你開始踏第一步 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任何你為神做 都神都歡喜 那我們就時時都開心了 那麼神呢 這裡後面是神所說的 我要教導你 指示你當行的路 我定征在你身上勸誡你 這裡講到神的恩典 我會教你 指示你 我亦都之前講到 神赦免我們聚的恩典 指示你 神會指示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收到感動 你不要犯罪了 你要祝福那個人 你傳呼音 你幫那個人 你關心他 這些都是神的指示給我們 那麼我們就聆聽 留意神的指示 只要你是親近神 你會收到不同的指示 有一種感動 有時候那種感動 是跟我們的心意一起的 就是在弗洛比書2章13節 那裡講到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說要成就祂的美意 即是我們立心去做神的事 以及走出來 都是神在心裡運行 所以很多時候 你說是我想傳呼音 是我想的 我們想不到 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所以我會立心去傳呼音 所以我去幫人 即是很多時候 我們聽神說 已經是神在做功 神指示 以及我定精在你身上 勸介你 勸道你 帶領你 原來看到神的那種 專注在我們身上 看錯我們 他定精在我們身上 那麼我們就不像那些 無知的雷馬 一定要用雀環聯頭 勒住他的口 勒住他的頭 這樣才能夠順復他 我們不要像那些雷馬 要綁住要打 我們就甘心樂意 順奉神 這樣就最得福了 有些基督徒好像 他好像喜歡人們罵 有些人喜歡聽罵的道 你犯好罪 好罪 好罪 你要悔改 他就覺得很… 真的要悔改 他就覺得很狡猾 真的很舒服 是不是要這樣打 其實神這麼好 好 我們聽神說 神一定會歡喜 我們不用打 好像爸爸媽媽疼你 很疼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一聽父母說 父母就很歡喜 這樣的心 去親近父母是最好的 親近神都一樣 是深信 神很喜歡的 而神的路是最好的 神一切恩典都給我們 那我們就活得開心快回 然後說到惡人 一起讀 惡人必多受苦楚 唯獨倚靠耶和華的 必有慈愛四面圍繞他 你們異人 應當靠耶和華 歡喜快樂 你們心裡正直的人 都當歡呼 這裡說到 惡人一定會受苦楚 一定… 為什麼? 罵人的人一定會被罵 罵人的人一定會不開心 罵人的人會很難睡覺 所以惡人一定會受苦 唯獨倚靠耶和華的 必有慈愛四面圍繞他 因為他經常祝福人 神又歡喜 神祝福他 而那些人都會回應他 便會祝福他 所以一個慈愛的人 即是一個倚靠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神的慈愛圍繞著他 我們二人應該靠耶和華 歡喜快樂 你說到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樣 天天都歡喜快樂 因為我一聽神說 神就歡喜 是神感動我 神帶領我 所以我做人做得開心 心裡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Hallelujah 我們可以歡呼 這個就是正常基督徒生活 正常基督徒生活 是歡喜快樂的 是是感恩的 多謝天父 大喜愛圓 是真的 某些座 寞裡 在探訟的規料 是誰 請玩 貼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